大家好,我是顾女琼博士 很多人还记得邓海燕 2022年第一天刚被送回纽约 故事就是一位流落在纽约法拉圣的美丽女孩 在街角处结识了已婚华裔 阻击福建常乐人加斯汀里 两人感情逐渐升温 结果在2021年9月19日失控 加斯汀在邓海燕家中因为头部被中击去世 而邓海燕在流亡去墨西哥的路上被捕 下面就是当时的录像 警方称邓海燕先驾驶死者的轿车逃至费城之后 又向一位男性友人借车逃往到新墨西哥州 当时邓海燕告诉女警 捆绑的动作轻一点 因为她已经怀孕 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就是 这是她和加斯汀的爱情结晶 而加斯汀已经和自己的拉丁裔老婆有两个孩子 现在看来爱情就是复杂而没有确定结尾的 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家庭 却比不上法拉圣街角遇见的爱 更让人想不到的结局居然是玉石剧焚 那么爱情的结局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看不见双赢乃至多赢的结局呢 这个肉我在西雅图吃过最精彩的这个越南面 以前的越南面他们都是放在一些小肉 这个是直接把牛这个雷骨肉放在里面 你看我刚刚把这个整个牛雷骨给啃光了 这个也只有小的时候 我爹去杀牛的时候 可以有的时候还可以吃到一两块 现在没想到我要吃两块 不吃完还不让我走 这个世界 是不是大家都在发布